大家好,我是Charin 這次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在RO仙境傳說中無限副本的介紹 首先我們先到孟羅克和卡普拉說話 船往燈塔島 接著往左上走 這個NPC就是副本深層的地方 等級限制是100等 副本冷卻時間是3小時 裡面總共有50層樓 主要收集的掉落物是破碎的魔法石 我們就出發吧! - 走! 進來之後我們先按右鍵兩下 調整一下視角 接著和NPC對話 這邊能夠選擇普通或是困難模式 差別在怪的血量 還有黃金玻璃出現的機率 黃金玻璃會在裡面的關卡隨機出現 打死它之後就能獲得小量的破碎魔法石 我們選擇普通即可 接著就會出現怪 解決完之後就能往下一樓前進 這邊的怪數量非常的多 如果大家的職業是斬首 就能利用光束瞬移的時光靴 來閃避怪物的攻擊 在副本中也會遇到一些小王 把他打死也能夠獲得魔法石 每10樓會有一隻王 以第10樓為例 出現的是無限虎王 要小心他的火球攻擊 和地上的火焰傷害 下面一位 而20樓出現的是 無限俄賽里時 他會使用石化術 和黑暗瞬間 穿不死衣即可 注意他快死亡時 會爆氣增加傷害 下面一位 30樓出現的是 無限皮底恩 小心他會石化術 穿不死衣即可 無限皮底恩的卡片 效果是爆擊率加100 位置是武器 對於冥爆職業來說 是一張很棒的卡片 下面一位 40樓出現的是 無限獸人英雄 要注意他的螺旋攻擊 傷害高達3萬多 記得多帶一些補品 下面一位 最後是第50樓 出現的是無限塔奧群卡 要注意他會吸乾 玩家的SP 和壞裝 他的卡片效果是 MHP加10000 HUI減10 位置是鎧甲 對於瓶血的職業來說 是一張很有用的卡片 而我們把王打死之後 能夠開啟寶箱 打開之後就能獲得破碎的魔法石 數量還不錯 還有機率獲得無限武器 當大家打完50層樓之後 就能到副本外面 找這位NPC 用魔法石來兌換裝備 武器和裝備 皆需要無石跟魔法石 這些裝備都不能交易 但是可以存倉庫 武器的CP值並不高 通常都是拿來換其他的裝備 其中 龜裂的古代飾品 這個是帽子 不是裝飾品喔 他和龜裂衣服搭配時 就能防止永暢中斷 是一套便宜好用的裝備 而且都有一個洞能插卡 這裡官方的顯示錯誤 實際上都是有一個洞可以插卡的喔 如果穿起了龜裂套裝 就能夠額外獲得套裝效果 而兌換的裝備 都能夠附魔 方法是和這位NPC說話 每次附魔 需要消耗20個魔法石 附魔效果有這些 各自對應著三種屬性 可以自由挑選 每樣裝備都能附魔兩次 附魔的成功率是100% 重置附魔需要30個魔法石 失敗時裝備會直接消失 根據網路上的資料 失敗機率大概為30% 如果新手們打不贏裡面的王 可以直接和玩家收購即可 價格並不會很高 就能獲得很實用的效果 以上就是這次 無限副本的介紹 如果這個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幫我按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有任何疑問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Challin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by bwd6